我,你看我工作特别忙了,其实 然后我后期就后期赚的比它多挺多的 然后 您去了几个月就后来比它挣得多 因为我挺努力的 然后我十一点半下班 回来,通知我面试了吗 我回来复习啊 然后我就在那复习 他就在床躺着 亲爱的 那个你的光太黄眼明了 你把那个灯关了呗 我明年还上班呢 要把灯闭了 我灯闭了我咋学啊 第二天你还要开会呢 这是半夜十二点 你还不睡觉 以前玩手机玩到凌晨两点 我一要面试去学习 马上明天我就得开会 就是开会这事 就不是一天两天 持续了一周啊 就不让我学啊 我没招呼了 我就把我的台灯拿到客厅去学 他又想心这样了 我一到十二点 洗漱完了拿出本 刚刚怎么要看 完了 断电了 我说怎么断电了呢 他上走廊跟我说电路维护 手续维护不很经常吗 电路 对 第二天也电路维护 到点就停电 第三天到点就停电 他拉的呗 对啊 我刚 我不知道我 这就是 第一天还就是维护 你要连续 肯定就是 你在维护啊 身体干的不 是 哎我的妈呀 你看你上班就挺累的 回来之后还要学习 身体通知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我就确实挺心疼 让你休息 然后有咱们两个 共同的两人时间嘛 我就是这样想的 总觉得说为了我好 但是你说就 我觉得 他除了像 他除了像 像断电干扰你所谓的学习和上进之外 他有其他的招吗 有啊 就是以前晚上他遛狗 现在狗也不遛了 就是我一回家 狗挤着一个直转 挤着都不行了 就要上厕所 然后我问他 我说咋的 还不知神 那我学吧 学习吧 又到点了 不学习 明天还上班呢 拿着本 忙着一坐 我们家狗 狗 拉了破事 在地上 特别臭 我说你赶紧收了 你今天怎么没遛狗 我不伤了胳膊了 没法帮你衣服啊 啊 对 我不复习的时候 啥事没有 复习的时候 胳膊也伤了 听明白了就是 男生其实说白了 还是希望 更多的时间 是跟女生在一起 是吧 主要还是 休息休息 对 逆鼓逆鼓 也是有这个想法的 对吧 我们现在听明白了啊 就是 这是女生认为的 男生干扰了你上身的通道 或者男生自己生活在一个舒适区 对对对 让你觉得未来的生活 没什么希望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unfortunately 最后语文历史的事情 so 一小讲